讓小朋友知道 那邊的大人在做什麼事情 來保護他們 徒步環島過後 我就會擔心這邊的人事故 可是台灣價值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 人類歷史的前線 不是有一個人跨了一百步 更重要的事情是很多人一起跨了一步 台灣的特色跟我們台灣的價值 其實就在於說 我們有非常多元性的文化 而且我們的包容力字非常強 性別變成這樣推動了 是讓這個社會每一個人都可以 比較自在的 而且比較公平的 享有他們的權益跟生活 從土地為主體 來重新思考台灣 其實我們更有條件在 整個垂直帶上面去面對世界 我們沒有悲觀的權益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台灣 我覺得持續做 台灣就有幸福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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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